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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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的催眠技术够好 他进去就出不来了 买了你东西出来 还好想我要这个没用啊 出来才知道没用 回到家放在那一辈子再也不看 但他买的时候就是迷糊了 就是真的是催眠 这个世界很多东西都在催眠你 所有你喜欢的东西都是催眠你 其实真的是 你怎么喜欢了 莫名其妙就喜欢上了 那我们催眠你了 语言跟法律都是一种 万事万物都有力量催眠 如果你相信这个是黄色的 你就被催眠 所以佛陀告诉你这个之间是假象 就是你站在这个高度 站在佛陀之间的高度 做这个世界的事 这叫占相而理相 你知道这在人道叫黄色 但是这是个假象 它每一个东西都是蛛园巨族 这个时候有橘子树 有橘子种子 有阳光水温暖 慢慢开花结果慢慢就形成了 蛛园巨族形成这个东西 而且这个东西 起了个假名叫橘子 这是金刚经的嘛 起了个名字叫橘子 那在其他道它不一定是这样 但每一个园也是这样形成的 那个种子怎么形成的 阳光怎么形成的 水怎么形成的 土壤怎么形成的 树怎么形成的 每一个园又是一个 就是又是蛛园巨族 又是说圆起星空嘛 那每一个园又空 这个橘子也空 每个园又空 这样的 这样的这个橘子 你就站在这样的高度 然后去看这个橘子 在佛学里边 在这个人道 你就是占相而理相 就是用佛的支界 在这个人道在行走 这样你才能最后成就佛果 你也吃橘子 你也喜欢 但是你就不会自作 到别人说这是个来的 你就不说 啥也行 那他要说来的 你还得想想 你不是说给他争这个橘子 是不是来的 你说你哪一道的 因为人力是很黄的嘛 那你要说来的 难道你是下边那道的 肯定是问问他哪一道来的 而不是说是一定要跟他争说你 你脑子见水了怎么会水 眼睛色毛嘛你 在心里面 你的婚禁 你的婚离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